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维持10天零确诊 县政府就表示 7月卫福部配发了23100剂莫德纳疫苗 下个月3号起就可以开放75岁以上非原住民 以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来接种 同时也宣布了 因为口罩资源相当充足 获利县有6厢正卫生所停止贩售实名制口罩 并且召集爱心业者来提供餐食住若市 度过疫情难过 虚然许多表示 卫福部7月播发23100剂莫德纳的疫苗 将分3批配送 第一批有9800剂 第二批有6300剂 最后则是7000剂 幸福在7月3号开放各厢正式大型接种站 但是莫德纳的疫苗会从7月1号开始来 这个从中央来播发 那大概到花莲应该是7月1号 或7月2号 所以就会播给分三个 总数是23100剂 23100剂会分三批来播 第一批是9800剂 第二批是6300剂 第三批是7000剂 所以花莲县卫生局 我们现在在7月3号开始会为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 还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来施打 另外有建议许多人生机受到疫情的影响 幸福号召时尚乡 餐饮业者启动防疫暖心食堂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餐食 有意愿的业者请拨打向社会出登记 希望每位相产室有爱心业者加入 陪伴大家渡过难关 因为从5月15号准三级 再到我们6月28号 已经整整至三级了 我想各行各业经过这一个半月 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虽然中央政府有纾困的补助 但是难免有挂衣漏腕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如果很辛苦的相亲 你的三餐不济 或者是需要来协助的 我们未来会启动防疫的暖心食堂 而我们的学生7月3号也即将要放暑假 所以对于我们的学生 其实在平常我们的寒暑假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就已经有启动 这个给我们的孩子中餐的部分 那这个暖心食堂一样可以一起来这个并行 所以现在暖心食堂我们的召集令是 召集十三乡镇 爱心的食堂 来担任我们防疫的暖心食堂 以供给我们的这个弱势民众来餐食供应 由花莲县社会处来协助招募 有医院加入的爱心商家 那请拨打03-823-0840 面对变种Delta病毒 许中会表示 虽然花莲零确诊 但每天有二十几件未戴口罩被裁罚 请向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 尤其Delta病毒是目前已知传染力最强的病毒 传染力是原本的四到六成 又出现包括头痛 喉咙痛 瘤鼻水等症状 或乘到北农 屏东等高风险区域 请务必到卫生所进行免费筛检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收看 感谢观看